许多人早餐爱喝的柳橙汁 价格越来越高贵 根据美国物价追踪网站 从2024年以来 柳橙汁售价已经上涨超过三成 惊人涨幅得怪巴西进来遭遇的极端气候 巴西是世界最大柳橙产地 高达7成5的柳橙出口都来自巴西 而巴西的柳橙农场又集中在圣保罗 正是干旱最严重的地方 同时还遭受疾病夹击 专家指出要对抗利窟病只能靠火工 而且重新种植柳橙树最少要花两三年 漫长过程代表柳橙汁价格短期内难下降 但是为了因应高需求 业者开始混用其他柑橘类果汁 其实不止柳橙 干旱也导致咖啡和可可豆减产 美国农业部预估 今年粮食价格将全面上涨2.2% 明天继续留言中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